方老师 这两位是过来找保姆的 这是我们的妈妈 我们请你来 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照顾她 阿姨身体不好啊 是啊 那如果要是有什么事 我是给你们打电话呢 还是先拨打120呢 你们要不要给我留个电话什么的 看来你还挺专业的 那当然了 差一分钟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嘛 又凌 我出去一下 这爸母刚来 有什么事 你问问他 我走了 高姐 你看这保姆啊 不卑不亢 还压压历齿的 你看就不简单 你以为所有的保姆 都是咱们家的吴妈呀 对 吴妈来了让她管她 老保姆管小保姆 怎么说话呢啊 昨天你当着金沫儿的面 一口一个老保姆 金沫儿心里能舒服呀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吴妈就是咱们家的亲 听见没有 你妈本来就是老保姆嘛 有啊没问啊你 你看 你看 这个保姆还会量血呀 平静一点呀 这个保姆可以找用 不是他好 是我们的钞票好 阿姨 您醒了 你是谁 我是新来的保姆 终点工 我叫王小枣 保姆 谁让你来的 是你两个女儿 请我来的 我跟您的朋友们 ¡ 我爱你和你对妈妈妈聊天 你一定会儿 我跟我一人的朋友们 表现我的朋友们 放过它 我要去 很多小集 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你怎么起来了 别瞒着我 瞒也瞒不住 我没问你 不等于我不知道 妈 她走的时候 身边带着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现在还在医院里 这傻 我太相信她了 我们也没想到 爸爸车上还坐了个女的 而且还是个保姆 阿姨 药煮好了 您趁热喝吧 谁让你请人呢 妈 您看您病这么重 肯定要找个保姆照顾您 我不需要保姆 那我和姐都上班 没时间照顾您怎么办啊 此时此刻 我不需要任何伤人在我眼前 你出去吧 妈 我也知道的不太多 只知道她叫高凤兰 现在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医生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醒 只有等她醒了才知道真相 你告诉我 她们好了有多久了 妈 你就别多想了 那我该怎么想 我应该怎么想的呢 她走了 身边带着一个女人 竟然是个保姆 也许是爸的一个病人哪 王小枣 你干什么你 偷听什么 说话呀 我没偷听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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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刚刚被我抓到你还想赖呀 你鬼鬼祟祟 到底想干什么 又连姐 你小声点 别让阿姨听见了 我不是故意偷听你们说话的 我就是想知道 你们刚才说的什么 保姆车祸 王小枣 你还懂不懂规矩 你是来我家干活 还是来打探东家隐私的 我 我没想打探什么隐私的 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我告诉你 偷听也是偷你懂不懂 算了 别在我家做了 立马走人 我们家不喜欢你这样 没有规矩的保姆 你们要是不喜欢我 那我就不做了 阿姨 阿姨 刚才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偷听你们说话的 我一会儿就走了 我就不在您家干了 阿姨 您总是这么躺着 会不会难受吗 要不然我帮您先垂垂 不行啊 那我走了 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您问吧 你们出来做保姆 是因为家里困难的 还是因为对城市的生活好奇 我想吧 可能是有一部分人家里生活困难 有一部分人呢 是对城里生活好奇 那你呢 我 像我们这样 乡下来的人 在城里找个工作不容易 我觉得当保姆挺不错的 一方面可以解决温饱 一方面呢 可以找个机会实现我的理想 你有理想 嗯 我有理想 嗯 我有理想